卢米安刚刚才初步确认米歇尔 加里古应该还没有被纪瑶姆 被内等人拖下水 打算深夜去拜访这位副本堂神府 结果回家就听到姐姐说对方有问题 奥罗尔看了卢米安一眼 笑了起来 我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笨蛋弟弟就站在他面前 看来你没有察觉啊 他显得很是高兴 以至于得抬起右手 半捂住嘴巴 毕竟印象里明明还是神秘学文盲的弟弟突然就变成了非凡者 掌握了很多高端的知识 察觉到了科尔杜村正处在时间循环里 而他这个姐姐不仅没发挥什么作用 还在最拿手的神秘学知识领域被比了下去 这让他不可避免的有些小小的不开心 现在 他终于找回了姐姐的威严 卢米安看着姐姐的笑容 点了点头道 我从他的表现里没发现什么异常 奥罗尔摁了一声 他的心灵体 怎么说呢 总之 就是比正常人要明亮一些 而他不是非凡者 也未长期的 系统性的锻炼身体 可能是天生体质好 卢米安先是猜测了一句 继而疑惑询问 什么是心灵体 奥罗尔恶然反问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卢米安摇头 奥罗尔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用不太理解的口吻道 那位女士教了你神之途径 非凡特性不灭定律 扮演法 却没有告诉你心灵体这些最基本的概念 他比较赶时间 只能挑重点奖 卢米安帮那位神秘的女士找起借口 奥罗尔笑得更开心了 也可能是这些神秘学基础知识对野生的猎人没什么用处 你只需要追踪 弄陷阱和战斗就行了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弟弟现在的状态 说他是神秘学文盲吧 他知道的还挺多的 掌握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吓人 说他的见识已站在大部分非凡者的头顶上吧 他连心灵体都不清楚是什么 奥罗尔吐了口气 正色说道 只能由我来完成你的神秘学启蒙了 记住 在神秘学领域 人类肉体之外的部分被分为四层 最内层也最核心的是精神体 它几乎等同于灵这个概念 是万物皆有灵性的那个灵性 是灵性增强的那个灵性 可以说是构建灵魂的本源 对窥密人来说 魔药主要提升的就是精神体 心灵体位于精神体的外层 是后者于现实世界和灵界的外显 而且还与你本身的意志 当前的情绪紧密关联 所以 你明白了吧 我说赴本堂神府的心灵体比正常人明亮的意思是他的精神体也就是他的灵有点问题 这反映在了心灵体上 与天生体质好不好没有关系 当然 可能是他天生灵性就强 通过心灵体 我们还能掌握目标的真实情绪 比如 红色代表热情亢奋 橘色代表温暖满足 黄色代表快乐外向 绿色代表平静祥和 蓝色代表冷静思考 白色是光明 积极向上 暗色为忧郁 悲伤沉默 紫色则表示灵性占据主导 冷淡疏离 这些颜色很难作为 但本身比较笼统 没法让我们分辨细微的情绪和细腻的感情 卢米安听得很是专注 就差拿起钢笔来记录 你现在听听就行了 奥罗尔讲得有些累 于餐桌旁坐了下来 回头我把我的第一本巫术笔记给你 上面都是这类基础知识 嗯嗯 卢米安跟着坐下 乖巧点头 心灵体外面呢 奥罗尔端起自己的雕花玻璃水杯 喝了一口 是心智体 从它开始 灵与肉有了结合 心智体牵涉到头脑 关联推理能力 思考能力 洞察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有的魔药主要是提升这个 也有不少的法术针对它 最外层是以太体 是生命能量和肉体状态的表现 所以我能从它一眼就看出你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嗯 通过以太体不同部位的厚度 亮度和颜色还能判断目标的健康状态 作为窥蜜人的序列期 我甚至可以从以太体的具体情况判断对方的寿命长短 具体怎么分辨 回头看笔记 卢米安恍然大悟 猎人魔药主要针对以太体 你说反了 针对的是肉体和生命能量 而以太体是这两者的直观表现 奥罗尔回到 卢米安边点头边回想 初步掌握了这部分神秘学知识 他记起姐姐刚才的话语 好奇问道 奥罗尔 你是怎么观察赴本堂神府的 为什么我完全没察觉到你在附近 奥罗尔笑了 其实我一直在家里 利用的是窥蜜人途径的特殊 什么特殊 卢米安抱着姐姐不回答也无所谓的心态问道 奥罗尔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窥蜜人最具特点的一个能力叫窥蜜之眼 虽然我需要到更高序列才能开启完整的窥蜜之眼 让他不仅能在我身上发挥作用 而且还可以放置到别的事物表面 帮我远程监控 但这不表示在此之前窥蜜人的眼睛不具备特殊之处 从序列9开始 窥蜜人就比绝大部分途径的同序列非凡者看到的更多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猎人不到拥有神性的质变阶段 应该只能看见以太体 并且还是以不那么精细的方式 而我现在就可以审视心灵体的各种细节 另外 我还能看到周围一些正常看不到的东西 说到这里 奥罗尔往厨房方向瞄了一眼 这看得卢米安莫名心惊 那个方向明明什么都没有 他却觉得可能存在某个自己看不见的无形事物 奥罗尔继续说道 当然 这不一定是好事 看见不该看见的非常容易出事 所以 我一直很克制自己 不该看的不看 但随着序列的提升 不是你想不看就不用看 卢米安想了想 疑惑问道 你不是说的更高序列才能把窥蜜之眼放出去吗 为什么你在家里就能观察到教堂内的人 奥罗尔抬起右手 用食指做了个指指点点的动作 我一直告诉你知识就等于力量 你还不信 正常情况下 我确实没法在家里就观察到几百米外的事物 但人类是可以利用工具的 而我有两大助手 说话间 他从蓝裙不同暗带内掏出了两样东西 一件是可以收缩和拉长的黄铜色单筒望远镜 一件是袖珍版的深色墨水瓶 这更像是孩童的玩具 你看 望远镜 可以帮我看清楚几百米外的人 而视线距离拉近后 我就可以观察目标的心灵体 以太体和心智体状态了 奥罗尔笑着介绍道 这是用于开阔没有障碍物的地方 卢米安听得有点目瞪口呆 这也行 明明在讨论神秘学 为什么姐姐拿出个望远镜 这个呢 他随即指向那个袖珍的墨水瓶 奥罗尔没有回答 捏了捏两侧太阳穴 直接拧开了瓶盖 卢米安突然感觉有点冷 窗口似乎刚好刮进来了一阵凉风 它是一种独特的灵界生物 奥罗尔介绍道 他 他在哪里 卢米安左右张望 奥罗尔颇为诧异 你还不懂怎么开灵式 可你不是说在那片荒野看到了很多亡灵吗 灵式这个名词 卢米安在通灵这本杂志上读到过 也清楚他的意思 可具体怎么开灵式 他就完全茫然了 他望着姐姐 缓慢摇头 不懂 接着 他猜测道 可能是进入了所谓的彼岸世界 普通人也能直接看见鬼魂 亡灵 奥罗尔认真想了想 进一步问道 所以 你也不懂赫密斯语 古赫密斯语 精灵语 巨龙语和巨人语 这些是什么 卢米安充分展现了什么叫神秘学领域的文盲 奥罗尔忍不住服了下额头 那位女士究竟有教你什么啊 非凡特性不灭定律 聚合定律 扮演法 神之途径 序列灵 封印物 卢米安老师回答 奥罗尔感觉自己有被炫道 我看你是想挨揍 他哀声叹气了几秒 重整精神道 那我结合我这个契约生物给你讲怎么开灵式 怎么举行仪式魔法 怎么使用那些具备超自然力量的语言 这只是粗略的讲讲 真要完全掌握 尤其是那几门语言 没有一两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 当然 这也有你序列途径的问题 猎人应该为提升学习能力 也没有神秘学方面的加成 你姐姐我当初靠着勤奋和被灌输 只用小半年就全部入门了 她右手轻浮起面前的虚空 就像在摸一只透明的小猫 对非凡者来说 开灵式很简单 但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 我们先讲别的 我管它叫白纸 它是一种很弱小的灵界生物 只要掌握了准确的描述 就可以举行仪式用自身的名义将它召唤出来 它除了灵界生物本身难以被看到的特点 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承载契约者的某种超自然能力 但不能太复杂 也不能太强力